谈谈个别股份 公布了业绩 究竟之后的部署是怎样的 芯片股的两种 因为昨天公布了华红 收市后中芯公布了 简单说大数 中芯第一季纯利岸年升了1.7倍 收入升了6.2倍 毛利率升至超过四成 是超出指引 公司预计第二季收入在岸季增长1.3% 毛利率是介乎3.7至3.9倍 你怎么看中芯 如果和昨天的华红本体公布的业绩比较 哪一只的吸引性大些 又或者是两只都没有碰 你怎么看 其实基本面来说 两只都不是差的 就是说一句 甚至之前自己都一向对中芯看法 其实是OK的 因为真的如果从业绩上说 从轨绩上看 它是搞足功课的 但是我也很同意你 最后一句就是 暂时两只都没有碰 虽然自己看得好 但是真的不要碰它 我觉得最主要是股价和那些 基本面和业绩是好像脱离了 你看到其实业绩 不要说是这一季 其实过去几季 一向都不是差的 但是价格是真的比较差的 我想最主要大家很担心 最前景 当然先说回今次的业绩 当然刚才提到两者 其实都不是差 但如果真是论第一季的表现来计 其实中芯 我觉得略略好过华雄 因为过去都说过 其实几个身边股都一样 每一次出业绩 即是季绩 年绩等等 都会有对下一季的预期 变相很多时候 在一个季绩上说 就可以和之前的预期做个参考 看看是超出指引 还是差一点等等 刚才提到 中芯 其实以今次第一季 例如特别看的暮力率 是比之前说的第一季 预期是高了的 这个其实是超出指引是比较好的 但是反观华雄 其实的暮力率 是比当时的指引是低一点的 如果第一季来说 就差一点的 如果这样称 其实中芯 第一季会做得好一点 但是到他们第二季的指引 如果两者比较第二季的指引 反过来又划红好一点 就是当做到之后才知道 但是你暂时看出来 拋指引出来 划红会好一点 因为你看中芯 今次第二季预期 收入环比都是升1-3% 那暮力率都是大概三成 7-3成9 一来那个环比收入的增长 其实如果以这个增速上说 对于过去几季来算是比较慢的 而二来就是那个暮力率 因为刚刚第一季都过了四成 如果现在都是三成 7-3成9 其实是要环比较到 即下跌的 所以如果以这个指引上说 就差一点 但是反攻华虹 他对第二季的指引 其实的磨力率 还是有28-29 比起第一季26.9 其实还是要高的 所以如果做到 就可能第二季 对华虹又好一点 但是公共认点也好 我想刚刚提到就是 大家这一刻看 其实都不只是focus他们的 可能业绩 或者贵绩 如何预期等等 反而是看前景 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 过去这几季 其实整体的盈利能力比较强 就是你说可能收入 顺利 以至到磨力率比较高的主因 都是关乎 就是那个 供应链 决心问题 令到芯片价 ASP是上了来 令到他们的磨力率上升 但是你说真的 这个因素 就不可能是持续地 或者 跌并全国不可以持续 靠这个因素 是鼓起那个盈利能力的 因为你说真的 ASP去到那么上下 始终都不会能够再高 甚至乎当整个供应链 的问题是慢慢缓解 虽然什么时候也未知 趕了差不多一整年 但是如果是担换解 其实价格是会慢慢的下跌 所以你说只靠这个因素 而去对盈利前景 有很大的上升 是困难的 反观如果要看前景好不好 其实最主要是看 芯片技术可不可以提高 但是如果你说芯片技术 能否提高 这个因素 就会牵涉到中美那些因素里面 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 他们能够做到更加高端的芯片 好说就是一些设备工具 而如果你要做一些这么先进的技术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一些 美国进口为主 这个又会是可能害怕 例如之前那些传近 就是美国商务部那边 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 就是这么靓 不让一些美国公司 进口一些设备 给这些内地生命公司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出来 而令到他们拿不到这些 可能是设备工具 那变上去走高端的方向 又会是 不要说没有了 或者是减慢了 所以自然对估值 就会觉得未必能够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可能大家不断在焦点 而令到股价和实际 这一刻的盈利有点脱轨 所以我觉得如果实际的看法来计 基本面就不是特别轻 但是股价真的走得比较差 说真的 如果未有货 我觉得就未必太建议 大家这一刻考虑先 但是当然 你比较两者的图 即一个版面都看得到 中心就更好一点 因为起码近期都上10天 20天线 但是你见到华雄 都仍在所有均线流下 所以如果你说 如果一个短期操作 短期走势上看 中心会稍为强一点 但可能去到 譬如到50天线附近 16.8这些位置 我想阻力又开始会大一点 是 暂时今早早 现在的短线反应 就是业绩公布出来之后 大家似乎喜欢画红多一点 是 现在升3% 中心又升1% 但是之后的走势 要再看